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回来 未录 未开始录 好 第三节给你问过 说要追时间 现在才第三节 这一段片 似乎 有网友说那个很明显是香港男女 那个很明显是港女 因为没有剪前剪后 估计应该是那个大妈 冲进门口 撞到人 于是出现了刚才的画面 其实呢 只是一句 人家个个都被我 个个都不出声 接着 那个港男就说 人家被你老讽牙 那他就语失了 那个大妈 就轮转了面 背对背 其实呢 要这么说 因为他咳头咳尾 就当是大妈 赶上车 冲进来 撞到人 没有说对不起 那个港男说他是合理的 但是呢 其实呢 我觉得那个港男呢 首先去引用那些什么不足以是否犯罪 犯不犯罪不是你说的 法剧是否犯法那些呢 就真的要上法庭才知道的 OK 但就没有需要说到那些东西了 而这个女人呢 其实态度不算太差的 以同类的片来说 为什么呢 他有拨嘴 但是没有圆环嘴 那应该是什么程度呢 他很稀奇地撞进来 撞到人 似乎对不起都没有声 对不起 好了 于是被那四眼西装男呢 说他 一说呢 人就是这样了 就起降了 但是呢 后来他一轮着面 没有再出声的时候呢 根据我底部的报道 他再没有出声了 其实是在那里呢 那个男子呢 整个短短我OK的 他都还要吃完 拿完最后的彩呢 其实就真的没有必要了 那当然后来没有发生什么就算了 因为呢 他都遇失了 因为那句话 人家是老奉要避你的 那他就遇失拧着面 其实那时候你收爹呢 就赢了什么 你再加上那句呢 即是叫做赢到最后一句呢 尤其是就于是那女人 可能就跟你吵了 那当然呢 你笑啊 他去不適合这就去不適合 即是要与不適合小事 我和大家讲 这两个都是香港人来的 那你说 诶老实说 你去去去就碰到人 说一声不好意思 有多不適合呢 我相信以这个男子 你会说一声不好意思 最多 有些人都会感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唉喊搞错呀 小心点 行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我觉得 OK的 如果有人碰到你 哎呀不好意思 碰到人 你會這樣,小心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實我會反而轉,你會撞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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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個真是典型的廢佬,第二,這宗新聞比較容易說, 昨天下週四點,在旺角一號月台,有個八十歲的叔叔,在上落期間和老婆下,懷疑擦錯腳,踏落列車幕門和月台之間的納粋,你自己論順吧,要求他老婆拍攝現場環境,向港鐵作出投訴是可以的,但是阻擋車門關閉,令到乘客引起不滿, 好了,事後,港鐵安排輪椅,去到站長室,救護員來到現場之後,他又不想擔架床,說擔心腳傷會加劇和,又要求乘搭配備輪椅升降台的救護車,警察來到要登記身份證,他又拒絕,要求到室內位置才出身份證,擾讓兩個小時,到傍晚六點多,才由救護員送院, 而他亦都影響了,因為阻擋門開關,影響了車需要額外用多15至20分鐘,所以很多人就介紹救他, 他,這個造成資料行為,可以罰2000或5000元,老實說,地鐵的縫隙很大,我們是救病的,但是你真的沒有人拘勾你,你自己踏下去, 你要說不行,這樣想起,我要影響他,去作出投訴,我也覺得沒甚麼所謂,但是他整個行為是甚麼呢, 這個老翁,八十歲,根本是老修成老,我不用二路埋路,老修成老,可能覺得雨,可能他覺得很奇怪, 那些人有時候很奇怪,會發脾氣,於是就攬炒你們,為何你不准關門呢,不准車開, 是否要抓著車子,讓他吊燈,人家踩人來塗,你不用的,因為那條縫隙永遠是有一條縫隙在那裡, 你便可以,譬如你拍完照片,拍完了,你便可以畫這麼闊隙的縫隙,我們便用力盡, 你便可以去作出投訴,或者索償,是不是索償到,投訴到,也會成問題, 但是你不讓車開,這是典型的,你有沒有在廢佬,甚麼叫廢佬呢, 是自己對自己,是選人而不利己,你有甚麼作數呢,對你, 要踢風是擋你,對不對,他很暗勾勾勾, 終於去到這裡了,我就越看越清楚這宗案, 我又不是說這宗案是甚麼,是甚麼綠振中沙頭的警區, 還沒審願,這宗案有沒有罪,綠振中還是怎樣, 那個Madam,我們不在這次說了,可以追事的, 但是呢,在昨天他們的盤問裏面,是透露了很多其他事情, 真是令人覺得,你有沒有說這些東西, 忠誠勇賴,這是甚麼警局來的, 這是甚麼紀律部隊,這是甚麼紀律部隊來的, 這是甚麼紀律部隊來的, 犯法任怨,不是執法, 好了,辯方說,事主所稱,事主即是X, 被告襲擊人當晚,他和兩個同袍, 曾經向被告披露,說他們三個,即是事主和兩個同袍, 有份去幫忙,隱瞞沙頭各警區警務人員為紀, 為甚麼紀,包括遲到,早退,缺席和無加班費, 缺席和無加班費,即是有人是缺席的, 玩無加班的,但照樣加班費, 要去搞文書,ROT, 幫助上級處理,帶朋友去禁區範圍入面, 玩獨木舟等等,事主否認, 為甚麼辯方會說這些事出來呢? 即是說,辯方希望做成一種, 你們三個人,是有做錯一些事, 要求我去協助你們隱瞞,而我不去,我不制, 你們冤枉我,OK, 好了,有沒有可能是作一些事實出來呢? 或者是否這樣,要去冤枉他們呢? 即是要這樣,怎麼說呢? 是大Sir,即是陸Sir,不願意你們冤枉他呢? 這個不知道,但就是說,有沒有這些事實先? 最緊要是有沒有這些事實先? 我們一會看下去了, 事主當然是否認, 盤問底下,事主確認, 曾經是就出勤問題,收到投訴訊, 辯方呢,也都引用警方, 中途調查的報告, 警方是調查過的, 原來沙頭獲警署區, 警署裡面呢, 有八十六個人, 超過一半, 超過一個沙頭獲警署, 只有百多人而已, 是曾經遲到, 有一半人, 直接涉及, 直接, 或者間接, 故意出勤違規, 故意呢? 這是警方的調查報告, 顯示這個違紀行為嚴重, 辯方問, 事主你知不知道自己授查? 事主說, 不知道, 辯方又引用另外文件說, 有臨近退休的授查人, OK? 因為, 在2002年7月至第2年的5月期間, 休假322日, 喏, 322日? 喏, 這樣說, 如果他真的有這麼多假, 他是有權放的, OK? 但這是臨近退休的授查人, 但是不是可以有權放三百多日? 一年只有365日, 是嗎? 他這麼限定呢, 就是寧願, 為什麼呢? 是不是寧願, 因為那些聚懷這麼多假? 那為什麼, 警隊不是每年, 來幫你清授假嗎? 那時候你私人公司都要你, 他都要清授假, 你這十日假要清授假, 再不是, 他寧願給錢你,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勞工法, 可以做到三百多日, 然後放了, 即是成年不用做事? 癡癡癡啊? OK, 好了, 因為你成年不用做事, 我寧願給錢你, 你都可以代替, 為什麼是一個人, 如果不是, 編制裏面有個人, 但我就是, 編制裏面有個人, 但我用不到這個人, 成年, 但又請不到人, 因為有man power在這裡, 如果正常一間公司, 也好什麼都好, 我直接補足給你, 你可以提早退休, 又或者, 你退休的時候, 未放了假, 我給你水, 起碼我用不到人, 好了, 辯方代表大狀說, 你在被非禮之後, 第二個月, 仍然出席沙頭各分區的同步聚會, 被告, 醉酒後仍然繼續開車, 繼續開車, 你阻止不了, 反而被被告打, 他就這件事, 繼續盤穩, 我們看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 事主, 之前就說, 他阻止被告開車, 被告開車一停車, 他就立即下來, 因為他害怕, 他害怕, 為甚麼呢, 他覺得自己的心情危險, 如果被告不斷撞, 不斷開車, 但看閉路電視, 原來他曾多次, 又上車, 又下車, 又上車, 又下車, 辯方律師逐次問原因, 事主怎樣說, 事主答X, 這一刻, 我答不到你, 總之我就是想嘗試, 阻止他開車, 但閉路電視, 看到他上車, 下車, 上車, 好了, 辯方就說, 你是為了撲滅罪行, 就會睡不顧身陷上車, 他說是, 之前我也質疑過他, 原來你是一個, 真誠勇毅, 你沒理由被人非禮, 如果是這樣, 好了, 對於事主形容, 當時被告失控, 他說自己很害怕, 站委法官, 連法官盧潔也說, 怕得那麼厲害, 你還是不停上車, 是吧, 因為你說被告失去控制, 你很害怕, 你還是不停下車, 好了, 辯方針對當日的聚會情況, 他說, 當晚, 事主, 和你, 說六月受性侵, 當晚犯罪的同場, 其中兩個同袍, 即是蔡文浩和藍文顯, 共三個人, 向被告提, 說, 做事很辛苦, 當時, 被告回覆, 你們說, 其實我工作上比較嚴厲, 是出發表, 希望你們好些, 保護你們, 上下一心執行, 禁區開放計劃, 大家共同眾對, 事主當然不承認, 至於那些, 我不再說了, 當日三個人, 原來這三個人, 都有向被告說, 沙漠國, 現在警區很麻煩, 因為違反規紀律搜查, 屠了很多人, 屠了超一半, 又遲到, 又早退, 又缺席, 而三人, 這三個人, 包括事主, 賴文顯, 和蔡文浩, 是替相關同事隱瞞, 還批照批加班費, 給他們說, 還批加班費, 例如, 特遣隊員, 隱瞞農曆身亡缺勤, 但照當他們上班, 又曾經, 調改閉路電視時間, 警署去時鐘, 時鐘, 時鐘就不承認, 這些事情, 辯方, 當然是陸sir給他們, 是否這樣說就可以呢, 我相信一定有 evidence,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警方日後一定要做事, 電方又說, 喂, 當有上級大朋友去禁區, 爬獨木舟時, 三個人再安排警務人員, 將獨木舟, 從警員康落和休息中心移除, 即是拆鞋, 拆不虧, 當有上級大朋友去玩獨木舟, 那三個人, 哎呀, 馬上就來了, 辯方就, 事主一度問, 喂, 現在你不是問當晚晚宴的對話嗎, 辯方就確認, 是啊, 我是問晚宴, 事主說沒有, 他說, 只是有, 曾經有上級大私人九隻去警署, 在警署裏面玩, 事主又說沒有, 總之, 辯方說, 有人帶狗, 有人帶獨木舟, 他就堅決說沒有, 會所居立部來嗎, 辯方就說, 三人曾經向被告提及, 為免違規同事日後會出現, 會講出違規的參與度, 於是, 似乎, 就安排兩名, 主要受調查的對象, 就周健邦和高級警員中齡, 支取長假直至退休, 希望被那兩人, 需要落口供, 即是說, 其實, 剛才我們說, 有兩個人, 放三百多天, 是他們安排的, 為甚麼呢, 因為, 就是, 免得他們兩人會落口供, 要穿了, 爆出來, 根據辯方這樣說, 事主也有否認, 辯方又說, 三人當時, 你是希望被告可以幫你們, 大事化小, 小事化毛, 事主說沒有, 不是, 辯方說, 三人你們擔心, 初級警員會被逐個逐個, 被照到邊界總區作供, 而事件一直調查, 終於會揭露你們三人為關的事, 是不是, 而當時, 你們希望, 和這個新界北總區指揮官, 真正科, 雙屬的被告, 即是, 被告, 甚麼鬼呢, 陸振宗, 可以和這個, 真正科, 溝通一下, 事主當然也不認, 辯方說, 當晚, 你們三人, 和被告講完之後, 被告說, 這麼大件事, 喂, 你讓我消化一下, 今晚是寬送, 王sir, 玩得盡興些, 不要提這件事, 之後在辦公室再講, 事主都否認, 好了, 辯方接著引用事主, 事主即是這個, 暫時在內部報告, 說他曾經調查指定警員的上落班時間, 也判斷部分人曾經遲到早退, 所以, 確認接到匿名投訊後, 對內有所調查, 於是, 辯方引用另外一份警隊的中途調查報告, 另一份, 沙漢局警區, 有86名不同直級的警務人員, 涉及遲到少於10分鐘, 多於15分鐘不等, 另外, 7月的犯罪入面, 即是他們那晚的犯罪入面, 事主是有曾經和被告提出, 遲到門檻, 由10分鐘改為15分鐘, 寬鬆些, 不如遲到, 兩個小時, 事主有案否認, 辯方最後就說, 報告提及督道責任, supervisually accountability, 華沙拉的分區, 有超過五成警務人員, 有直接地與故意地違規, 顯示違規行為嚴重重複廣泛, 有關人士必定知識, 而每個督察都應該負責, 問事主知不知道自己受查等等, 老實講, 這一份報告, 我簡單講, 是引用了幾份報告的, 有兩份是警隊中間的調查, 一份就是這個事主自己受指示, 什麼事情去做, 收到匿名訊之後, 他在內部調查, 都承認了這些事實, 但是呢, 他在盤問之前, 全部否認說, 那一晚沒有跟警察說過這些事情, 那一晚沒有跟警察說過這些事情, 就不代表這些事情沒有發生, 警局調查都確實有了, 那些上層那些辦公室, 強行讀木招, 那些下層那些人不上班, 決勤做辦公室,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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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是在說, 那晚7月, 你究竟有沒有去跟大Sir, 陸鎮宗說這些事情, 而是你這些事實呢, 是有的, 由管理神去到省城都是這樣的, 那些人是用來捉雞, 打魚豬, 燒東西吃的, 那些人是用來捉雞, 打魚豬, 還要不上班拿OT, 不是吧, 喂, 這是我們的錢來, 這些真的要做事, 警察, OK,